过来还不知道 打车有 打车转的我现在有没钱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嘛 你打车过来 不要紧嘛 过来 我这有 好好好 我过来 过来一下 视频中双快付钱的人就是大卡车司机王新亮 发生车祸之前他正在驾驶大卡车正常行驶 他这样 这样 这样 大概是这边 他电影车不是他靠 它不是靠边去吗 是吗 他不是的 他不是从 他这大车转过来的 是他过来的过去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酒喝多了 小今天酒喝一点没有用 没有 我看他酒喝多了 是吧 我老子就踩刹车了 踩刹车的嘛 他抛击还 虽然王新亮早有发觉 但是事故还是发生了 王新亮第一时间下车询问李国有状况 李国有一直强调自己没事 我打120 他说不要去 不去不去 没事没事的 你说没事 检查一下的 真的没事了 好了 对吧 就可以了 王新亮认为这样 故心干净打了急救电话 来到医院后 王新亮在拟紧的腿筒下面洗澡了 李国有的弟弟李国强 此时躺在急救病房的李国有 正在医生的初步检查 检查完后判断是颅内处决 严重的话很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医生现在需要赶紧对李国有做记忆部检查 弟弟李国强人生动时第一次来到医院 面对一张张的需要做化验的单子 瞬间让李国强没了头绪 他只能按照门口保卫大爷的指点办事 效率十分宽安 即可漫胆李国有终于被推进了口吃 届时四弟王新亮在那边也和民警做了事故判定 根据现场调查王新亮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但是毕竟然是撞到了他的车上 这让他内心十分无放弃 便再一次跟随民警来到了医院 弟弟李国强拿着一大堆报告来到门口 交到了保卫大爷的手里 可是谁知李国强却少了一样血液检查报告 王新亮看李国强连基本的检查流程都弄不明白 这让他十分无放弃 在交付完前后主动留下来协助照顾李国有 当保卫大爷去问李国强发其他亲属的时候 李国强表示哥哥是个孤广老 因为我们老外科可能想收他 但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什么住院的费用 是王新亮告诉医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先救你 那一定要求一定要求 要住院的是吧 不管求好也算吧 你不求好怎么办 这边和医生说好后 王新亮又来到了李国有的旁边 难受吧 安心养上啊 好吧 你自顾睡觉 安排完医期的王新亮就一直在医院等待着 当他听到医生呼喊李国有名字的时候 他连忙跑过去 当听到医生让他付费的时候 也总是爽快地去付钱 这也让李国有的检查流程得到了很快的处理 空闲的时候王新亮还在一边鼓励李国强 车祸导致李国有脑部受到撞击 他需要每隔几个小时做一次头部 方便了解楼内出血情况进行下一步治疗 这个期间王新亮一直待在李国有身旁 他并不急躁反倒一直安慰李国有 陪李国有做完检查后 弟弟李国强表示自己明天还要工作就先回去了 面对李国强的坚持离开 王新亮也不好再说什么 便独自撑起了照顾李国有的责任 此时的王新亮成为了李国有唯一的家人 这是脑部被诊医生把王新亮喊到了一边 李国有的结果出来了需要手术 面对医生的询问 王新亮一再强调自己是李国有的惊喜 可是当医生询问是什么亲属的时候 他回答不上来 虽然王新亮想把所有的事情往自己身上 但是手术前的风险承担是必须由亲属签词的 这个东西王新亮没法代替 无奈的王新亮只能打电话给李国强 面对李国强的话语 王新亮并没有生气反倒表示自己这有先把救命要紧 这才让李国强赶了过来 但故事需要接触联系方式的时候 李国强却不想留下方便的电话 电信人和电话多少 是他的方便啊 你是都是方便啊 你是家里人 对对对 最后写家里人 对我的不方便啊 我 没有学你有事要找家里人啊 你怎么这么懂啊 我是我吗 我是我 我也写了吗 王新亮虽然愿意负责奥地 但奈何不是自己清楚有些事情根本无法安成 安排好了一切李国有救等等手术的道案 在门口的王新国劝道李国强 李国有因自身原因导致了之后的发生 王新亮不仅能要求他赔偿自己的顺利 反倒贴前贴人进行经理救治李国有 如果不是王新亮的赞三要求把李国有拉到医院 那么李国有的后果将会不开始下 李国有还幸运他愿意因为善良有责任心的刺激 在危机时刻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让我们一起为善良慷慨的王新亮免赞 好了本期事情讲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留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感动的人和事